大家好,我叫Selena 我是來自伊牙中國廣東開屏的 我覺得當我決定來美國那一刻 我就想著 我要讓我的女兒有機會走出 找出我們中國 有機會讓她面向世界 有機會讓她接觸更多的東西 當我下飛機 在三藩市機場下飛機那一刻 我感覺到這裡的天氣很冷 對我來說最困難的就是 我來美國半年前 即是來美國半年那段時間 是我最困難的 第一個,我沒有朋友 第二個,我不懂得說太多的英文 那一年,我感覺到 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半年 你知不知道 差不多90% 的我們的工作人員 都是獨立的 我們加進了 ESL課 然後 家庭活動 尤其是家庭和年輕人 在家庭活動 那裡的家庭活動 都在家庭活動 大家一起共用廁所 共用廚房 共用廁房 共用洗澡房 每一次都要去排隊 有時候 假如晚一點 我要排隊排到十點多鐘 才有機會去洗澡 雖然這些家庭活動 在這麼窮的情況下 他們都在告訴我們 他們感到很疲倦 所以我們開始知道 這個計劃是 為了這個 是他們的第二家庭 他們的住宅 他們的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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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廚房團結會 說給我聽 推薦我 來YMCA參加那個家庭 即是家庭的活動 參加了YMCA這個活動之後 我女兒 改變了 差不多是改變了我 差不多是改變了我的人生 帶給我 知道了很多社區的資訊 認識了很多朋友 然後我女兒 來YMCA之後 她學會了游泳 學會了一條芭蕾舞 學會了畫畫 她很活潑 很天真 因為這裡給了她 她認識了很多朋友 以前沒有朋友 所以我覺得 她變化這麼大 對於我來說 是給我一種很大的鼓勵 一半的我們的 不是移民 所以我們有這個機會 能夠提供 鄰居合作 歡迎 在每個地獄 都會実行 Let all people be wrong 我覺得是很開心 因為YMCA 它是可以改變了很多我 就是改變了很多東西 我來了YMCA之後 我又好像有一個 有一個家的感覺 Thank you YMCA